嗆嗆三人行 咱们刚刚知道对一个人判决的结果 这个人的名字叫四川人 不是四川人邓明健 四川人邓明健的案子是犯在去年 但是最近法院判下来 这个杀人 但是判三缓四 就是三年徒刑 缓期四年执行 他杀的这人不是普通人 谁 他妈 对 这个事 你知道判三缓四 本人不上诉 但是外界所谓民意 还为他叫区 说他没有罪 为什么他没有罪 他这是孝子 照顾等于是偏瘫在床的 妈妈18年 但是去年他妈妈又给好像是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之后 就是另半边身子 手疼脚疼疼的难以忍受 然后他妈妈就是整天觉得 就是说给我个农药 我要吃农药 然后呢 这个孝子邓明健就买来农药 在家里也不在医院 就在家里 在家里 在他们家哪住的去医院 农民 对对对 穷苦人 就是给他这个农药 看着他妈妈喝下农药 而死 这就是所谓的杀人罪 杀自己的这个亲生母亲 但是呢 赢得了无数的这个同情 因为包括他老婆 他周围的人都说呀 说你想这个18年呢 他唯一最奢侈的 谁起诉他的呢 这是这个罪是谁起诉 提起公诉吧 我告诉你 他妈妈吃完农药之后 不是就过世了吗 他自己跑到派出所 他跑去报案说 我母亲自然死亡 然后那你到了派出所的话 人家当然就会来查 到底死亡原因是什么 然后一查分明就是 那个农药中毒死掉的嘛 所以才他自己也就招出来 对对是我买的农药 给我妈妈吃的 所以 但是从你们刚才讲 这个成熟来讲 这好像是他妈妈自杀嘛 那你就是协助 他协助嘛 对 你就协助他自杀 协助自杀 不能说他杀人嘛 对对 你看这个我完全外行 法律上 但是这个是 是他妈妈的意愿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不就是现在 大家在讨论的安乐死 这件事情 就是他等于是去 协助他的母亲 我们先不提安乐死 先把这个道德问题 先撇开 单纯就这个事情来讲 这等于是一个人自杀 另外一个人 是他的儿 叫他儿子辅助 比方说我要拿刀捅自己 你把刀给我 他把刀给他了 我捅了自己了 这怎么叫杀人呢 我就不懂了 你看啊 我把这个过程跟你讲 他的罪是故意杀人罪 但是具体的细节呢 是什么呢 说这个母亲让我买农药 开头我不愿意 我说会死的 但是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去买 我就去买了 买了回来 我母亲让我打开瓶盖 给他喝 我递给他 他接过农药 喝了两三口 过了两三分钟 他闭上眼睛 我打电话 给我老婆说什么 死了 这是协助他人自杀 这咱不是专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 法律问题 对 这个里边是很细微的 你比如说 你买农药的时候 明确的知道 目的是要弄死你妈妈 毒死你妈妈 但是 但是是应他的要求 你不是你的愿望 你的动机去杀死他 所以应他的要求 对 所以这就是法律 很难以辨析的地方了 当你答应了的时候 你去买农药 你就是心里明白 这个农药的目的 就是为了毒死他了 刚才开场之前 我就问 我就问文涛一件事情 因为讲这个话题 我真的心里很纠结 我就问他 我说如果有一天 你病入膏肓 我说你会选择 有尊严的死去 还是没有尊严的 这么赖的活下去 他说我当然选择死 我说我也是 我说那然后你怎么死呢 我说 你一定要人协助 我说那 如果是你的父母要求 你一定是做不到的 那你会不会要求 你的孩子 去为你做这件事情呢 那如果你知道 你我要求你的孩子 做这件事情之后 你的孩子要被 因此而被判刑的话 不对 我觉得就是说 咱们自己都这么想 就说如果我真到了 那么一天 与其受那个罪 对吧 我愿意安乐死 都这么想 可是呢 你知道 我现在都有点保守 我觉得还真的不能从法律上啊 及早开这个口子 在你没有论证清楚以前 也就是说 我我们仍然认为 这个邓明健呢 他这么 他的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 你必须找到一个有法可循 否则的话 如果你说 这个邓明健的做法是对的 我跟你说 那很危险 并不是儿子都这样 有的那个儿子 能把老娘饿死 早就恨不得 把这个卧病在床的 这个父母亲弄死都有 那这个出 他出现谋杀案 你怎么弄呢 当然不能说 他是对的 这里边两个问题 一个是法律的问题 就是说 他是不是 有意杀害他人 还是他在有意的协助他人自杀 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你讲的 安乐死 安乐死合不合道德 以及在法律上怎么规范 不要被人滥用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里边 我跟你讲 我那个广美 我跟你说 咱们现在还算是年富里强 是吧 虽然走向衰老 但是呢 仍然幼稚 跟比我更老的许安华相比 我是说什么呢 那天我跟许安华聊了回天 我后来琢磨呀 我就感觉到啊 我还幼稚 就是我是什么意思 我说 我跟他说 我说 我想我死了之后 绝不要什么 现在绝不要孩子帮忙 是吧 我自己事先都安排好了 对吧 什么该住养老院 住养老院 该怎么着 是吧 甚至找一漂亮女护士 我都提前顾好了 签好了合同 等等等等 然后我给他发表一份一通红论 许安华是经常跑老人院的 他就讲一句话 后来我越琢磨啊 越是过来人 但是他还没过去 他他就说啊 他说我倒没有想那么多 他说我觉得啊 真到老了的时候 一条啊 不要太要强 要接受人家的帮助 因为他说 那个时候我要是住了老人院 我就说 你们来的都得给我带点东西来啊 带点吃的 带点什么 就是说啊 因为你不知道 你真的到老了的时候 四肢不能动弹的时候 你还说 我能够 甚至说我想死 你知道吗 就关于说到这个安乐死 对着 我还想想想想想起一位名言 像陈丹青老师 他就有一次讲 他说 你你说这什么安乐死 好像你就说的挺痛快 他说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 真到了弥留之际的时候 他的意志到底是什么 也许他还想活 所以你不能以你现在啊 去觉得 哎 那么活着不如死了 好 其实你没到那一步 你很难说大话 你说是不是 对 中国人说骨子里不接受 安乐死 这个概念 尤其是对子女来说 这个罪孽滔天 嗯 你说 这个孝 就是总之 在中国人觉得你 尤其是父母 你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尽你 在以前的概念里 你必须尽你全部的努力 让他多活一天是一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 那个安乐死是一个非常 其实蛮西方的 是一个相信人 人个人有意志 能够来处理自己生命 包括我刚才讲的 母亲是自杀 这个概念已经是非常西方的了 而中国的概念里面 你作为儿子 你没有权利让你母亲自杀 你应该用你的生命 让你母亲再活下去 所以在这点上你是犯罪了 你孝子没做到最后 不是 就是主要就是说 如果说你没罪 这个事啊 法律上讲 它是个判例 有示范作用 就怕这是个好儿子 但是如果说这事可以 各家不想养活老人了 都可以某种方式弄死他 你更坏的女生大丸没法控制 台湾呢 有一个案例就是 也是一个孝子 父亲中风 四五个兄弟姐妹 没人管他 就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儿子 照顾父亲六年 因为父亲的病 欠债六百万台币 结果呢 他也是一直照顾他 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 然后到处借钱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 他忽然报警了 说他父亲落水 死了 淹死了 然后呢 那去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是出了名的孝子 所以也没有人 有怀疑到说 是不是有什么 他杀的嫌疑还是怎么样 那一样有警方来处理 后来是为什么会起这个疑心 因为他父亲落水之前 这个孝子真的很孝顺 他还把他父亲 推到附近的邻居 就让他父亲去见亲朋好友 还有邻居们最后一面 然后最后 其实是他把他父亲 推到那个沟渠里面 让他淹死的 然后其实这个可能还是那个 后来为什么又 最后被他被定罪 因为他在他父亲死之前 跑去帮他父亲买了保险 因为他实在欠太多钱了 就是你这样讲起来 你其实是十分同情他的 对 所以这是个 就是特别复杂的一个 一个问题 你又觉得呢 很多人真的是受罪啊 人家如果有强烈意愿 不想活了 这个真的是应该帮助 人家不想活了 是吧 但是实际上你说什么事 一适用于全人类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难办 但这个人的父亲 没有不想活 对啊 所以假如有安乐死这类的东西 要非常非常严格 顾客的法律程序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要有书面 甚至是要不但有遗嘱了 而且是要有律师什么什么在场 就是说这个整个他个人意志这一条 是要非常非常严格 美国不是有那个有个杀人医生吗 很著名的杀了一百多个 他就是到后来就是说一套的签这个同意书 然后给你录像说一言 就说我自己就是死了 不要活了 这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 他们把这个煤气弄好了 告诉你 你自个儿把这个阀门一打开 你怎么最后一步 他不做 他给你做好准备 然后这病人说 我想好了 词上去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美对他们家情况特了解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边论断人家好像特别轻松 特别容易 但这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三个兄弟姐妹 也是他一个人照顾老母亲 十八年了 而且他的太太 我觉得他太太也非常伟大 就是他先生不能上班的时候 就他出去赚钱养家糊口 然后他先生就留在家里面照顾这个老母亲 而且呢 这个这个这个 他叫什么 邓什么 邓明镜 他的性格非常的温馴 就是他像他的姐姐们啊 哥哥什么 没有在照顾他母亲 他也没有关系 他就自己一个人照顾 但是他的母亲 性格非常非常的爆裂 这个是根据他们家的家人说的 所以他常常对他的小孩 可能也动粗什么 我不晓得这是真是假 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新闻 就是说他自己描述的 星期报对他的那个采访 他最后他说 因为其实我母亲已经要求我很多次 去买农药给他吃 但是我每次都买一些饮料回来 他喝完之后 他说怎么都没有用呢 你下次买个真 他说这农药是不是假的 你下次能不能买个真的农药 回来给我喝 他说最后这一次 因为他母亲又可能又攻击他 那里面写的是说还抓着他的下体 就是说你去给我买农药这样子 然后他才跑去买了两瓶农药 然后勾兑了之后给他母亲喝 所以我不晓得就是以旁观者的立场 你说文桃觉得说 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是该有罪的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会觉得说 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对就是我想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 哎呀我不要在这种情况下 徐老师如果你身处这种情况下呢 我处在哪一个 处在他妈妈的位置上 还是处在他的位置上 当然处在他的位置上 我觉得他比他妈妈更难 他真的比他妈妈更难 其实刚才已经讲了 你要确定他母亲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这是一个西方的现代的概念 而中国的孝道呢 人没有这个权利的 父母是不能自杀的 你小孩是必须保护他到底的 所以如果完全从中国的孝的精神来讲 他是做错了的 但是如果从现代的所谓普世价值的 这个人道观念来说 他只是协助的 他是被迫的 是可理解的 我这背后这一个个案后面 其实是有两套价值观 在混混在一起起作用 而且你知道吗 他母亲才有一个例子 就是他有一次 他父亲还没有过世之前 他们可能出去散步 就大家搀扶着他散步 然后经过一个桥边 他母亲就准备要去跳河 还是去跳井 就是诸如此类 也是想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 都是一面倒的说法 就是说他母亲是真的想要自杀的 但是但是你也要知道 其实有些老人 家里面的老人 他因为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觉得自己不重用了 会拖累家里面的人 他害怕子女不要他了 他害怕子女不想照顾他了 所以他就会常常说出要亲生的话 但事实上他心里面 其实是不想不想死的 他非常怕死的 但是他害怕孩子们 把他丢到养老院去 不要他了 丢到医院去 所以他只好一直说这样子的话 引起后生晚辈的那种 你不要这样子 爸爸对 你不要留我 因为游三解考 这也是人类文明之一种 就是人类文明当中老人 到了老了以后 他要自己去 以减轻这个社会团体的 这个整个的承载量 这个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当中 就有这么一话 那个敦煌壁画就有这种题材 就是一个小土窑 然后这个老人老了到一定岁数之后 有一天就把他送到这土窑 最后在这拜别 把留下点吃的饮水 老人就在那死在里头 自生自灭 所以中国的儒家的所谓孝道 他也不是凭空来的 他也是非常艰难的 就是要反对这些 从经济角度来讲是合理的 从科学角度来讲是合理的 可是他就是要从人的这个角度 用强调这个人性的这一面 所以孝为先 我觉得中国人这个孝 有时候我觉得最爱说孝 但我们说孝 老是倾向于他的道德层面 你知道倾向于道德层面 我就永远觉得我是个不孝之子 因为这个孝要百分百 那有多少你应该做到 你做不到 我永远觉得我不孝 可是你像我这两天 带我爸到空军总医院去看病 我就觉得 当然人的医生对他都挺好 但是你毕竟你看见 你比如做CT 那个针很粗 老年人这个皮肤 血管不容易扎 那个一扎进去 我觉得我这个肌肉就一紧 你知道吗 而且你不要看完了病 然后你说带他去吃饭 他是山东人 他山东人 山东人吃饭 你就喜欢四个呼呼 油呼呼 咸呼呼 酱呼呼 黏呼呼 什么 这都是这个 哎呀 我说这个 对身体不好 回锅肉 他说我就爱吃这个 你知道吗 后来他爱吃咸的 他必须不能吃低 叫低盐 低糖 低脂 但是我还给他要这个咸鱼 但是我给他要咸鱼呢 他吃一口 我又拿回去 我说这个吃一点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我够不上笑 但是我觉得笑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情 就这种感情啊 他是同气连之啊 食指连心 他是出于制成 就是你根本不用感觉啊 是吧 他是个感情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笑笑笑 好像变成了一个 怎么是 责任 就是说你这么没做到 你就是不笑 是吧 可我觉得这更重要的是一种本能 鲁迅那个时候批判那个百善笑为先 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 那就是把自己小孩杀掉 去给父母吃 中国古代有有有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按照现在的 所谓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讲 是违反人道 笑走到极端他也违反人道 所以像这个案件就是 其实真的是蛮要的 核心点应该是人道 而且我就觉得 要怨就要怨社会 这样吧 就是说 就是中国的孩子 中国的子女 我认为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相比 大部分应该还是孝顺的 可是你知道吗 你这个社会 咱甚至于说政府 你不到位 你把很多社会应该承担的养老的 医疗的方面的职能 你不进这个 你做不到 然后把这个责任 推给了这种孩子 孩子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 实际上很多时候 社会机制不到位 你逼着孩子做不孝之子 他心里有感情 可是他永远觉得 我的工作 我的各方面 是吧 就是这个 我照顾不了这么多 那么你说 是谁把他逼成这个样子的呢 是吧 不能说乱乐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上海组织扩容 阿富汗城观察员国 引多方关注 中国是不是有意 联母美国撤军之后的权力真空 北约空袭导致平民死亡 阿富汗将如何回应 专访阿富汗总统 阿米德卡尔扎伊 后工坊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被始终安排 传场千年念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光美 你已经可以谈谈你在养老的体会 谁在养老啊 你跟你家里的老人 你也是有过一番故事的 就是我觉得人家说 那个久病床前无孝子 我觉得这个18年 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 我父亲其实也就病几年的时间 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 只轮番上阵 就是大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你知道那时候都很纠结 我就是父亲 就是弥留的那段时间里面 你真的是不晓得 就心里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要难受 你刚才讲到说那种 是上一集节目 你想要说那种人 就是有那种死亡经验 你可能在你的肉体旁边 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要知道就是肉体 在受那样子苦的时候 你脱离的时候 那一瞬间 我真的会为人为我父亲开心 就是你终于解脱了 你真的终于解脱了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 是难过的 对 我希望你在活你长命百岁 你在十年二十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一辈子这样照顾你 所以你知道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老早以前 我爸爸妈妈就老说一句话 说这个我还不太充分理解 他说这个父母身体健康 是你们孩子的福气 你知道这个话 你等你碰着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表面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减少你们很多负担 使得你们的生活不受影响 但在讲生意诚 子女跟父母 其实不仅是心联系 其实肉体都是相联系的 对 他的痛你会感觉到 一个人 我亲戚当中就有 为了照顾母亲 几十年在床上 女儿就一辈子不结婚了 其实是身体相连的 他付出的代价 是自己生命的代价 没错 所以这个 这个 这当中肉体 比方说他看到 父亲的血管进去 他身上会有 对我就疼在我身上 其实这个人 因为本身生命 本来就是连接的 本来就是有血缘关系 这样来的 而且在一起时间 待久了以后 就是一种肉体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人 他杀了母亲 他也是自杀 徐老师 你这个说的太好 就是一种 对他一个人 你不判他的刑 他这辈子也活的就是 而且你说出了 中国这个孝字的 这个说文解字 这个孝字 就是一个老和子是一体 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 是一个 是一个身体 而且我觉得你的父母 亲有这样的提问 我觉得你是很幸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他在北京 他为了不想 他为了不想